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 新竹县在地企业的研发创新不能等 我们新竹县是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 而且持续地让台湾在国际间发光发热 因为我们有新竹科学园区 台原科技园区 新竹工业园区 凤山工业园区 AI智慧园区 还有生医园区 这些是非常完整的一个科技的能量 使得我们新竹县有着丰富的产业底润 创新这个innovation 就是经济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是推动产业快速成长的一个引擎 所以我们县府自力打造一个友善创新的环境 来协助企业的转型或创新 我们透过推动地方型的补助计划 也就是所谓的SBIR 我们来协助企业的研发 过往的经历让我们非常能够了解 地方产业与科技伙伴 要面对创新跟创业的一些困难 以及这些挑战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种补助的经费 帮助我们县内的中小企业的一些分摊 它的研发过程中会有的一些风险 让它更安心的投入创新研发 如此一来我们的产业的一些竞争力 也就会更加提升 我想这两年来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球消费形态以及产业的结果都有一些改变 我们更希望透过SBIR 能训练协助中小企业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机会跟挑战 朝数位化的时代来前进 从108年开始 我们的计划走向上面来说 我们最主要是要补助在地的一个中小企业 不管在创新技术或者是在创新服务上面 能够投入更多的一个所谓的研发的一个经费 来增加它这样子的一个产能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提升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重点 自从杨县长上任 我们SBIR计划从108年一直到110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隐形冠军 或者是中间企业 其实都是非常有潜能 过去三年当中 分别都有一些亮点的计划 比如说全球干载电 透过所谓平台的经济 还有惠家健康生活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数位监测 一直到最近的一个法龄 它也是透过数位的部分 来检视所谓的人的一个毛发的客制化 这样子的一个保养 我们也会透过我们定期去做所谓的专访 让厂商透过我们这样子补助 让它能够更有能见度 我认为创新就是要去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来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惠家健康有一个核心技术叫 N4飞行入性光纤生理监测技术 是因为一个680克的早场 我们发明了可以侦测很细微 呼吸变化的技术 经过五六年的推广之后 因为高龄化到来 很多人都希望把这样的技术 应用在老人照顾上面 刚好地方型SBIR提供了我们这样子研发的一个经费 透过SBIR我们做了更完善的研发 确认了这个AI翻身到位管理的系统 不但完成了这样子的结案之外 也更应用到全台湾45家的养护中心 最重要的是说地方型SBIR 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不只是资金 还有它中间的一个委员的意见 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之外 甚至新竹县长亲自到我们的公司 帮我们推广引荐 甚至应用到像这一次的COVID-19的一个居家照顾上面 其实创新研发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像一个公司要成长 它一定要去研发一些新的东西 它研发的东西有时候它不一定是可以成功 又可能会失败 但是对一个公司或是企业来讲 它其实会投入很多成本在这个部分 有时候是一个两难 刚好新竹县政府SBI这个计划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说它可以有点像是帮你去补足那个风险 当然我们很努力想要做出一些创新的产品或是服务方式 可是如果说有一些资源来帮助你 我觉得这些变化会更好 或是都让你更无后顾自由 很感谢新竹县政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站在我们一个小公司的立场 就是你要研发或是创新一些东西 其实某方面它是有一些风险存在 那如果大家知道这个资源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多来申请这个机会 大家好 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 111年度的新竹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已经开始受理申请 在7月15日就是最后申请截止日 欢迎新竹县中小企业踊跃报名 让我们一起努力